消灭它 破坏它 破坏它 Hello 大家好 我是俊宏 在我身边这位是智义 是一位 research chemist 今天我想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 智义你可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顾名思义 它就是冠状病毒的一种 它跟Mermus 跟SARS 是阿邦阿变 它是同一个RNA的病毒家庭里面发现的 它会引发人类的呼吸道感染 轻的话你可能会感冒伤或咳嗽 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得肺炎甚至死亡 目前来讲 全球已经有5万多人受感染 死亡人数也已经达到1500人以上 那么这么严重的病毒 在我们周围 我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有很多K 对吧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 或者是治疗 那世界卫生组织 WHO目前它发表的原论是 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可以预防 或者治疗的药物 任何的抗疹素对它是没有效果的 之前我们有一些抗病毒的一些药 拿来抗流感的 其实对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也是没有效的 所以目前来讲还是需要靠 人体的免疫系统来对抗它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人体免疫系统 目前来讲是 OK 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描述下我们 怎么可以保护自己啊 或者是加强所谓的免疫系统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勤劳洗手 OK 那洗手的话 记得要用肥皂和水来洗手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可以用有酒精的那些消毒液 洗手液 很像hand sanitizer 这些 OK 这两个都可以消除手上的病毒和细菌 问题不舒服 就要尽早看医生 除此之外 就是要提升自己的免疫系统 提升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 来抗这些外来的病毒 之前在网上有看到什么 病毒 酒精可以杀灭病毒 那我能不能去买一杯 或者是买一瓶酒 这样怼自己 就不会有病毒在里面 那酒精勒 不是所有酒精都可以很有效的杀灭病毒 OK 最有效的是差不多70%左右 哦 70%浓度 70%的酒精浓度 那你想一下 如果你喝的70%浓度进去的话 你应该会先酒精中 好爽 好 好 所以刚刚说了 洗手啊 戴口罩之类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做到 对吧 那我们要怎么提升自己的免疫系统 那免疫系统 我们主要需要三个营养素 植物营养素 胖氧化剂 然后第三个是多糖体 我主要想要讲的是第三个Polysaccharate 多糖体 多糖体 多糖体就有助我们平衡免疫系统 促进我们的身体产生更多的免疫细胞 其中就包括自然杀手细胞 白细胞结束还有干扰素 那当你的免疫细胞的数量增加的时候 你身体就自然更有效的可以抵抗这些病毒的入境 这些细胞或者是免疫系统 是怎么能帮助预防病毒的 免疫系统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们人类最好的医生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点 因为免疫系统其实可以帮我们进行到 我们这样清除抵抗和修补的这些功效 每一个病原体 比如说像现在的病毒或者是细菌 其实他们的构造上面都有一个叫抗原的东西 我们叫Antigen 那免疫系统里面就有B细胞、T细胞 这些他们都会产生十亿种以上的抗体 十亿种? 对 十亿种不同的抗体 我们叫Antibody 那不同的Antibody就会去detect这些不同的Antigen 辨识不同的抗原 辨识不同的抗原 然后消灭它 破坏它 然后它会复制更多的抗体来抵抗这些病毒 明白 那多糖体纹哪里能摄取到? 常见可以摄取到多糖体的食物 主要就有一些菇类 比如有这个五绒 我们叫Maitake 所以绒绒或者我们名字也叫香菇 就是香菇 它有这个巴西蘑菇 听说巴西蘑菇也是很好很好的抗癌 抗癌15 对 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自然撒索细胞的功效 来对抗一些癌细胞或者病毒 至于你是有把这个产品叫immunity 带过来吗? 你可以简单叙述一下这个产品的作用吗? Unity 它就是里面成分主要就有冬虫下草 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一些五绒 醉绒 巴西蘑菇 里面还有蓝莓 跟绝名籽 这是一个非常高多糖体的食品 所以有的蘑菇都在里面 所以我刚才提到的蘑菇都在里面 还有冬虫下草 所以它的多糖体成分非常的高 提升我们身体产生免疫细胞的速度 同时也可以提升我们自然撒索细胞的活动率 高达差不多49倍 49倍 对 所以说它是一包一包对吗? 它里面是一包一包的 吃一包的话你就感冒就好 免疫细胞 不是现单 不是现单 对 是15对吗? 对 它是15 它不是药物 不是药物 对 那治医里有告诉我们 这个 营养第二月份的时候 就是这个月份是有10%的折扣 对吗? 只有这个月份才有18% 只有这个月份 那有兴趣了解这个产品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PM 或者是在下面留言 然后记得分享这个短片 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 谢谢